台湾热血作家张铁志在爱上噪音 台港中的音乐 青年不满与社会抗议讲座上 用说故事听音乐的方式 带领读者探讨台湾 香港与中国的青年 如何通过声音来抵抗及批评现实的社会 其实啊 你说音乐有力量吗 我常说一个开一个玩笑 其实常常是当权者 比音乐的人更知道音乐力量 或者说对艺术来说也是 所以在这么多位全国家会有艺术被禁 如果歌曲被禁 其实音乐人可能觉得自己一首歌哪有什么了不起啊 一首歌哪能先知的革命 可是在中国你如果真的写一首抗议政权歌 你一定会被禁 所以它只能用比较暧昧的方式 同样的爱卫可能也不觉得他的艺术有什么了不起 可以撼动一个政权 但是却被禁止 在西洋历史上也是一样 John Lennon在1972年被尼克森政府要驱逐出境 因为John Lennon他从1970年搬到美国去 他开始要组织一些音乐会 要去鼓励年轻人参与政治关心政治 要把尼克森拉下台 因为尼克森在1972年要竞选连任 结果尼克森说开始找他麻烦 后来FBI档案出来说 他们当时的FBI确实是要找John Lennon麻烦 因为他是英国人嘛 说他visa问题 所以打算把他驱逐出境 所以John Lennon花了四年 从1972年到1972年打移民官司才可以留在美国 那这个是完全没办法想象的事情 在美国这样一个自己号称民主的国家 会把一个pop star当作一个 the enemy of the state OK那当然在中国那其他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例子 所以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当群者是害怕的 就如70年代的台湾民歌 不能书写社会议题 无法跟社会对话 因此被张铁智形容为被阉割的民歌 而到了80年代初 出现了被视为台湾重要抗议歌手的罗大佑 但他作为主流歌手 难以和社会运动结合 直到解研后的1989年 两岸三地都出现摇滚乐 中国摇滚教父崔健在当时就扮演着启蒙的角色 许多歌曲呐喊出中国青年的彷徨 精神上的渴望 让世界产生很大的力量 这句话就是我特别想放给大家听的 OK 就是很明显的在歌曲面唱出说 我要抗议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真的树裂了台湾抗议歌曲 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而后至今 许多社会运动再度崛起 就连艺人也加入以往不敢触碰的社运行列 所以你可以说 那我会说政权会鼓励这种事情 鼓励一个娱乐化消费化的时代 让大家不要去关注这个政治问题 同样这个也可以收编这些音乐人嘛 那这收编我觉得也不用提出个人的道理批判 因为我们也很清楚知道 在威权体制下 每个人都背负着非常困难的道德的抉择 绝对不会要批判说 为什么你不去抗拒体制 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地下的音乐 那我觉得这个 对于个人的批判我是不会受到批判 我觉得比较重要还是对体制的分析跟批判 是比较重要的 张铁智认为文化创作是反映一个时代的缩影 反映时代的精神 不只是音乐 包括电影、文学、剧场 也经常介入各个时代 影响着当代人的想法 因为我们听摇滚乐会觉得摇滚乐 虽然摇滚乐已经很商业 但它还是某一种 有一种反叛的一种 我觉得是理想要或是迷思 它可能是个迷思 就大家觉得应该是这样 所以它不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我刚刚说 所有音乐其实都是商业的产品 但当它这个迷思存在的时候 它还是有一些影响人的作用 因为你就觉得有个标准在那边 所以这些年轻人他会参与社运动 其实现在我刚提到台湾这些年轻人 他也不会去支持民进党 这一批参加太阳化的这些音乐人 因为大家这个整个世代 对政治上是非常非常失望的 所以更不要说被政权利用 我觉得那个是不会出现的 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 大人们的政治是背叛了他们 那我觉得这个是台湾这家年轻人 比较可贵的部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